那个 我带队长来 没事吧 没事啊 一起啊 那 赶紧进去吧 你们先上去坐吧 我来点 那怎么好意思呢 我要一杯拿铁 谢谢队长 我 都可以 谢谢啊 您好 我要点两杯拿铁 一杯太飞真果 太飞真果 先生 那是圣诞节才有的 已经过去了 我刚刚那个朋友特别喜欢喝这个 能不能麻烦你们帮我做一杯 就 一杯就行 行 那我悄悄给你做一杯 去哄你女朋友 不过千万不要生长啊 谢谢啊 听说这家咖啡还蛮不错的 太飞真果 谢谢队长 哎 现在怎么会有这个卖 这个不是圣诞特供吗 我不知道啊 服务员推荐 我最喜欢这个味道了 爱情姐是这样的 沈哲在俱乐部玩自残 原来是这件事啊 我姐也是 正在家里闹伤心呢 所以这里边有误会啊 行舟舟把沈哲她妈妈 骗盛海来吧 这回连长辈都出动了 沈舟舟这个人 杀伤力也忒大了 所以说沈哲 她不是自愿的 我姐跟我说得不清不楚的 所以我也没闹明白 整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 沈哲 沈哲很在乎你姐的 对 沈哲这个人吧 对感情还是挺痴情的 其实我们KK每个人 对感情都挺痴情的 想不到这个沈哲 还是个痴情的人啊 那跟吴白比可差远了 是吧 队长 可是沈哲这么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们还是得制定一个战略帮帮她 是吧 我说我们一帮一小组 还是得制定一个行动攻略吧 对 那怎么办 我有一个想法 对 欢迎下次光临 下雪了 这个天应该很难打车吧 我进去接把伞啊 队长 车钥接我一下 要车要是干吗 这个不是下雪了不好打车吗 我突然想起来有朋友约我 我得去一下 这样吧 你不爱进去好好等车 我先走了 我 你好 外面下雪了 我想接把伞 好 那 谢谢啊 我明天过来还给你吧 行 谢谢啊 刚刚那杯太妃真果好喝吗 是你男朋友求了我好久才做的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别闹不开心了 人家可紧张你了 谢谢啊 慢走 请 九七呢 她约了朋友 然后把我车开走了 看来我们真的打不到车了 只能坐公交车了 我送你吧 跟我说说韩商严吧 这些年 他是怎么过来的 一开始他一气之下 退役的时候 挺颓废的 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刚好放假 外公让我回去照顾他 我一打开门 里面全部都是吃剩的外卖 还有没有洗的脏衣服 我告诉他 你虽然退役了 但是你不仅仅代表你自己 你代表的是整个solo战队 你一个人的决定 就宣告了团队的解散 全世界敢跟韩商严这么说话的 你可能是唯一一个了吧 那他怎么回你的 他说 小白 我现在不想骂人我最后说一遍 我说我现在给你十分钟 你赶紧下楼 我让阿姨来打扫 不然屋子里会有老鼠 真是一物小一物啊 他就那么听你话呀 不听也没办法 我可以跟外公打抱抱的 然后呢 后来他去芝加哥读大学 我们创建了KK俱乐部 今年又创办了KK中国分部 虽然还没有盈利 但是KK北美分部已经走上了正轨 所以说他除了一把年纪没有结婚以外 日子过得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这些对于我来说 真的很有益 爱琴 韩商言他没有活在十年前战略锦三的一刻 所有人都在往前走 吵架了 吵架了 吵架的话 男孩主动低头跟女孩认个错 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大半夜不睡觉 你干吗呢 我刚从外面回来 行吧 主动认个错嘛 别让女孩子伤心 你以为我没道歉啊 我道歉了 道歉有用吗 道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吗呀 你就骗她说 我姐太伤心了 准备跟滑梯和好了 但我听爱琴说 她要带爱琴去找滑梯 找滑梯 跟滑梯有什么关系啊 滑梯不会是爱琴的前男友吧 我困了 长夜漫漫 早点休息啊 不是 你坐下 什么情况啊 你说清楚 不 不说清楚 不能睡 爱情啊 跟荣誉是一样的 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 可 我选的是爱琴啊 滑梯 是爱琴 为了 你们在看什么 还会一定解释 是爱琴的 我选择过去的